再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国文最高分是谁 你先写底下的话 可能就是国文最高分几分 是谁把它写在下面 那因为呢我要知道呢是谁 所以呢我需要一个名字 那名字部分的话 当然我会需要什么 再增加一个串列 是A的串列 那这个A串列就是怎么样 把姓名的所有data都放进去 那抓到最高分 它同样index的位置 就是那个是谁的嘛 有没有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什么 最高分的是几分 那预设值等于0 为什么等于0的话 反正你任何值跟0比 一定是比0大 所以先留下来 然后再下一个跟下一个比 最高的留下来 最高的留下来 那另外的话有个B name B name指的是那个人是谁 所以我产生两个变数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这边的话就是append 记得append的姓名不用转型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转型 直接append的 list2里面的第0个 因为有切割之后 姓名放在第0个嘛 所以你值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就是只有 B C D这几个 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enter之后的话 如果什么呢 if if什么呢 那个最高分的 如果什么呢 我怎么把最高分留下来呢 就是如果呢 我现在找到的这一个值 他如果怎么样 比那个b max大的话 所以大于什么呢 大于这个 所以他第一次跑一定会 一定会比他大 那如果比他大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那个比他大的值留下来 那怎么留下来 就是把这个b max等于 两边颠倒一下 这个值 帮我留下来 那另外的话呢 也帮我把b name 那个人是谁 也帮我留下来 b 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人的名字 那那个人的名字 其实就是跟他一样的 例子二 里面的地零 有没有 例子二里面零 不就放姓名吗 一放国文吗 二放英文 三就放数学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 这种写法的话 蛮常见的 所以呢 b max里面 就是最高分的 他第一次跑嘛 一定会先 第一个留下 再来下一个 就两个b 你看谁大 大的留下来 是谁 换一个人名字 这样ok 那意思类推 就是 如果你写完那个 b之后的话 c跟d 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把它复制 复制下来 然后改一下就好了 ok 改哪里 这边 但同样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c C C 然后名字不用改 这个的话改成2 那这边改成2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这边要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c 这个是c 那以此类推 这边就要多一个d 跟各位讲一下 这种 这种 如果你有三个变数 都等于0的话 可以写精简一点 怎么写 就是这个 把它这样 搬到这边来 他 他 他 都等于0 ok 这样也可以 这样写比较精简 ok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但是特别注意哦 串列可不可以这样写 特别注意哦 串列不行哦 串列它们不能说 这个全部串在全部都空串列 不行 ok 如果是自串 如果是那个整数 浮点可以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一样的道理 B name C name 这个自己再加一下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做完之后 假设底下这个 这个也把它再加一下 以此类推 这边的话就是再多一个D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把它改成第三个 应该还是第四来 第三 然后分别一样最高分的留下来 然后最高分的是谁 然后另外的话 一样在产生那个 C D 然后分别把这改一下 那我们就 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谁把那个成绩留下来 那最后的话呢 分别 再把底下呢 我们再怎么 Print了一个 这边的话再把 这个 把这个底下再加一个 最高分是谁 最高分的英文是谁 数学是谁 分别把他的最高分 跟姓名帮我Print了出来 把它执行 大家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又多一个 是这个 丁晓 丁晓也没错 张永华 不知道9什么 这里面成绩 然后分别的话 把这些成绩都给输出 张永华 八十分 英文也没错 这个数学啊 是不是我这边 这边是没改到 六四 DMAX 第三 是谁 OK 理论上 这样跑完应该就 请各位一边试一下 好不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来 写一下 不啦 我又把它重一下 因为我可能 我之前有改过成绩 然后又 看好像全部都留 本来看 看全部都留小孩 是不是 之前本来以为是错 发现真的是留小孩 全部都最高分 当然你如果 看到全部都留小孩 你可以改一下成绩 然后 这个把它再拼一下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 理论上 应该 这样做 是OK 没有问题 不过 这样的做法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逻辑判断 因为你要反复反复 都逻辑判断 假设呢 如果你希望能够写得更精简一点的话 如果你不用逻辑判断 你可以利用那个判断串列的一个内建的方式叫max max 然后呢你就给他串列给他b嘛 那你就知道最高分是谁 但是呢你要知道那个最高最高分是是哪哪哪多少分 那如果说你要知道最高分是谁的话 那你可能要从a里面找 那a里面你要找什么 跟最高分是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index位置 同一个index位置 所以你可能还要用内建的一个方权叫index 如果你会用index的话 index用起来其实也跟easeu还蛮一样 easeu里面有index 意思就是说去找一下哪一个资料的所影值的位置 他会retain一个位置给你 那你又把它放在a的那个同样位置里面就ok了 你就不用逻辑判断 但是你可能要会我刚刚讲的max跟index 尤其是index相对会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待会也许再讲一下比较精简的写法 就是用max再index 会简单许多 但是你要熟练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熟 写这个方法绝对不会有错 但是太琐碎了 请各位试一下